Hello,大家好,我是志祺 欢迎回到志祺七七的podcast 每周陪你聊聊新闻时事 设计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心知 那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国旅 最近几个月几乎都有廉价 不知道你有没有出门旅行呢? 但很多人都说在台湾玩很贵 品质又差,还不如出国 像是我们负责撰写这集的特约作者分享 自己前阵子规划去澎湖玩 提早了三个月订房 却发现喜欢的民宿有九成已经客满 唯一有房间的一个晚上至少要5000台币起跳 这个现象让他很好奇 明明网路上面很多人都在批评国旅 说台湾的景点无聊又没有特色 交通烂到爆炸,住宿超贵 听起来好像是一无是处 一堆人都说干脆出国比较划算 但实际的情况却是 国内住宿还是订不到 怎么会这样呢? 是大家其实很爱在台湾玩 但爱玩又爱骂 还是其实国旅真的爆炸烂 但大家又没得选呢? 如果国旅真的这么烂 还有旧吗?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湾的国内旅游吧 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 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 你想买房或租房 却不知道应该要从哪里下手吗? 有开箱过无数豪宅的百万YouTuber9man 跟35线上赏屋的主持人Ted 联手推出了超实用买房秘技 线上课程目前已经超过了万人加入 课程章节也全数解锁 除了原本丰富的课程内容 像是教大家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物件 破解卖方话术之外 近期也公布了来自各领域的豪华客座讲师 包含了不动产律师、结构技师 会计师、建筑师等等 分别会从产权分配、结税、营造分析 等不同的角度 带你更全面的认识房地产这门学问 不论你是首购族、换屋族、租屋族 或者是想要投资、置产 都能够在这样课当中 学到很多有帮助的资讯 懂得越多选择就会越多 有兴趣的话呢 请点击资讯网的连接、查看更多的课程资讯 结账输入志祺77的专属优惠码 77shasha 还可以再折300元哦 好的 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 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整体吧 首先在一片批评国旅的声浪当中 最常被提到的 就是台湾的住宿费贵到每天里 有人抱怨 228廉价去阿里山住五星级饭店 结果一家四口住两晚 不含早餐就要六万一 也有人在台北捷运站附近住旅馆 五平大的两人房 平日要价三千多 一样没有提供早餐 类似的抱怨 在网路上面到处都是 很多人都觉得 在台湾玩的住宿成本越来越贵 以前根本就没有那么夸张 那么大家的这些感受有符合事实吗? 根据交通部观光局的统计资料 就以最近五年来看 台湾旅宿业的平均房价 确实是越来越高 最贵的是观光旅馆 2018年的时候 大概是一晚三千七百元 2022年已经涨到了将近四千两百元 而一般的旅馆还有民宿 虽然比较便宜 但价格也有上涨的趋势 尤其是一般旅馆 整体的涨幅最大 那看到这个现象 你可能会疑惑说 疫情期间大家都不出门 旅客量大减 理论上面这些住宿的房价应该要下滑 结果每年却持续的上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毕竟以正常的市场机制来说 当需求量下滑的时候 价格通常也会更降低 但这几年 疫情导致住房率下滑 价格的变动却不大 整体甚至还呈现了上涨的趋势 相对这个现象 观光局的旅宿组组长认为 这主要是因为这几年 原物料持续的上涨 基本工资调升 导致业者的营运成本提高 而静怡大学观光系的 黄振聪副教授则是分析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旅馆即使降价 也没有什么人会去住 所以对于业者来说 不如就先hold着 只要能够撑到疫情趋缓 大家开始报复性旅游的时候 就算价格变高 大家也会买单 所以他们并没有什么降价的动机 那以实际的状况来看 事情也确实是这样子发展的 自从去年疫情逐渐的趋缓之后 大家都想要出去玩 而且政府为了刺激消费 也推出了国旅补助 最后就是迎来国旅大爆发的热潮 根据观光局的资料 去年暑假的平日 全台旅宿业者的住房率 竟然突破了6成 假日更是高达了9成 而高雄住宿餐饮业 去年暑假的营收 也突破了140亿元 创下了历史新高 接着到来的双十廉价 元旦跨年春节 清明廉价 在热门的旅游县市 整体的住房率都有8到9成 如果想在下期间 去吃有名的餐厅 可能都要提早很久定位 才吃得到 好的 那除了住宿 一房难求 很多东西都要提早定之外 国旅在品质的部分 也很常被民众给吐槽 而其中最多人抱怨的 就是台湾的交通 除了塞车 就是疯狂塞车 不管去到哪里 到处都是人 像是去年的暑假期间 国道5号已经没有在管平假日 每天都塞车 有人抱怨 他在非假日期间 从苏澳开到台北 居然要花4个小时 比之前还要多一倍 真的很夸张 而另外一方面 疫情过后 旅宿业者也面临了 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缺工潮 导致民众的旅游品质 越来越差 根据商业周刊的调查发现 有八成的饭店 相比疫情前 少了一成以上的员工 甚至还有饭店 直接少了37%的人力 但尴尬的点在于 虽然业者的人力不足 但他们服务的客人 却没有因此减少 甚至还越来越多 导致整体的服务品质 都开始下滑 像是有民众 入住西头的致命饭店 早上7点钟进餐厅 却发现饭、菜、粥 全部都会抢光 连碗筷用光了 服务人员都没有补 还有人在台南驻旅馆 下午4点半里入住 结果光排队 就排了一个小时 好不容易办完check in 却要等到下午6点半 才能够进房间 除此之外 有人抱怨 台湾的旅游景点超级无聊 不是什么彩绘村 就是千篇一律的老街夜市 卖的东西大同小异 甚至一不小心 还会遇到坑杀游客的不孝商家 基于以上的这些雷点 很多人就批评 台湾真的超级难玩 如果都要花同样的钱 那还不如出国玩比较过瘾 有人计算 以南投为例 观光旅馆平均一个晚上 要台币1万5 而在南投 住两个晚上花的钱 就已经可以去长滩岛 6天的几家酒 品质怎样先不说 光天数就已经淫烂了 当然 有人会说 台湾跟国外的物价差很多 这样子比并不合理 所以我们在好奇之下 也用订房网站 来亲自的查询一下 结果发现在类似的条件之下 住冲绳 好像还是比肯定划算 同样是两个人 同样是台湾跟日本的暑假期间 如果在肯定住一晚 最低价是台币1200元 但条件是要跟别人混塑 共用卫浴 那如果是在冲绳 价格低于1200元的旅宿 有超过时间可以选 最低的只要不到900元 而且在冲绳 只要台币1000元 就能够拥有独立的房间跟卫浴 如果你愿意花到快2000元 还有厨房、洗衣机、微波炉等等 这些台湾民宿通常没有的设备 看起来CP值真的比较高 不过面对这种国旅超烂 不如出国的说法 其实也有些人不太认同 像是经营脸书粉专出名的 机票达人布莱恩就说 同样是花2万 去日本玩会被人羡慕 但去花莲却会被耻笑 两者的差异 可能是打卡炫耀的程度不一样 但这并不一定代表 去日本就真的比较划算 而其他类似立场的人也会强调 旅游的目的主要是放松心情 或者是调试生活节奏 如果去花莲玩就能够放松 那为什么一定要出国呢? 况且观光旅游 是为了自己快乐、自己爽 把别人的羡慕程度 拿来衡量自己的投入 有没有划算 是不是有点本末导致了呢? 另外就算花的钱 跟交通时间都差不多 但出国大部分的预算都花在机票 如果要买纪念品或是吃美食 就不一定划算 那虽然台湾交通真的很塞 但如果你仔细去精算交通的时间 比如搭飞机前 还有包含登机前后的准备 出国也不一定真的比较方便 再加上过程当中 也可能会因为语言不同 让整个体验 没有像在台湾这么自在 好的 那虽然国旅派跟出国派 都各有想法 其中出国派 又对台湾的国旅超级不满意 但很吊诡的是 根据订房网站booking.com调查 还是有超过7成的台湾人 在种种的考量之下 每年会安排多次的国内旅游 所以说台湾人玩台湾的频率 其实还是蛮高的 但同时 如果台湾的国旅状况 一直没有进步 那民众留在台湾玩 可能也只会越玩越不开心 所以接下来 我们很关心的就是 国旅目前的这些问题 到底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先说结论 很难 在价格的部分 观光局认为旅游是市场机制 旺季人潮多 价格当然高 虽然他们也呼吁 业者推出平日优惠 鼓励民众分散时间出游 比较能够享受品质 跟价格双赢的行程 不过业者这边则表示 平日如果没有其他的 诱因或补助 其实很难吸引到上班族 再加上 目前缺工的问题严重 就算平日的旅客变多 他们也不一定能够 负担这些旅客的需求 除此之外 业者分析 虽然越来越多台湾人 会选择出国玩 但目前国际旅客 也逐渐回流 在今年的三月底 入境台湾的旅客 就已经突破了百万人次 两边相互消涨 房价可能持平 政治还会继续涨 降价的几率不高 而针对品质的部分 前亚都立志饭店的董事长 仍称观光教父的 严长寿则认为 旅游业者面对国旅大爆发 应该要主动的管控成长 避免品质不佳 坏的名声 像是宜兰的不老不落 就结合了在地文化 推出深度旅游 并且坚持一天只接30位旅客 尽管要价3000多元 预约仍然非常热络 不受到淡忘记的影响 不过他也承认 他推动用文化吸引旅客的观念 明明已经很多年了 但会选择用这种发展方式的业者 仍然是少数 他指出整个台湾社会 对于旅游的基础素养不足 习惯彩点打卡式的观光 而不是长时间的深度漫游 导致旅游的品质难以提升 另外也有不少人认为 改善交通的问题非常重要 但这个部分 不论是民间或者是观光业者 都很难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多半还是要仰赖政府 做好交通规划 健全大众运输 不然就算其他环节再好 大家一路塞车 也或者是根本到不了目的地 那一切也都是空谈 节目的最后 也想来聊聊我们制作这集的想法 在研究这个议题的时候 我们很常会把自己 在台湾玩的经验投射进去 然后就会觉得 对,在台湾玩好像真的好贵 好塞好无聊 可是从数据上面来看 我们就发现 大家其实还是很喜欢在台湾玩 甚至也有很多的外国人 对于来台湾玩这件事情 感到非常的有兴趣 那这样的状况 是代表台湾人总是口闲体证值 身在福中不知福吗 我们觉得或许也不能够这样说 毕竟讲到观光旅游 大家所追求的 通常就是想要留下一个好的 或者是印象深刻的体验 所以相比之下 出国玩的新鲜感 国旅确实很难比得上 但相对的 很多外国人想来台湾玩 也未必是因为台湾超好玩 有可能只是因为 对他们来说 在台湾的体验很新鲜 那当我们对于这些新鲜感的印象 非常强烈的时候 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忽视旅途当中 那些比较不愉快的经验 比如说搭飞机很累 语言不同不方便 吃东西可口味不习惯等等 但不论如何 在这次的研究当中 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一个客观的事实 那就是不管是台湾人还是外国人 大家在台湾观光旅游的需求 真的都很强烈 所以从这个点 我们也延伸想到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既然这个产业很有市场 那我们就更应该要把它做好 不只是让来台湾玩的外国人 留下深刻的印象 也能够让台湾人自己的休闲娱乐 有更多的选择 而不是好像只能够出国玩才好玩 而至于第二点则是 既然这个产业是有潜力可以发展的 那或许它有机会容纳更多的人投入 提供更多不同的 甚至是更有竞争力的选择 比如说台湾可以有更多的特色民宿 独特的创意料理 专属的套装行程 在创造差异化的过程当中 也能够让游客的体验 更精致更多元 不过这边也只是我们 比较粗浅的想法 实际的状况一定更加的复杂 如果你对于台湾的观光 该怎么样进步 有更多的资讯或想法 都欢迎留言帮我们补充 好的 那我们今天关于国旅的介绍 就先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可以按下最终跟订阅 如果是对于这集国旅 对我们的Podcast节目 或是我个人 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 也都非常欢迎你 在Apple Podcast上面留下 五星留言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掰比